最幸福的命运 作者舒本华 我们已经大致知道 一个人的自身比他拥有的财产 或别人对他的评价更能带来幸福 人是什么 即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 永远是我们应该首要考虑的事情 因为一个人的个性 时时处处都在伴随着他 他所有的经历和体验 都涂上了自身个性的色彩 对于个性不健全的人来说 所有的快乐都像是美酒穷姜 倒进了被胆质弄得苦涩的嘴里 变了味道 因此 人生的幸运不是在于 什么降落在了我们的头上 而是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它 也就是说 在于我们对事物感受能力的 本质特性和强弱程度 一个人自身及其固有的东西 即一个人的个性和所有与个性有关的东西 是唯一直接与他的幸福有关的因素 其他一切都只是间接的因素 因此其作用和影响是可以消除和解除的 但个性的影响却永远无法消除 这就是为什么由个人品性激发出来的嫉妒情绪 是最难平息的 变化之约的 正因此 亚里士多德才说 永久长存的不是财富 而是品格 自身的内在品质 高贵的品格 杰出的材质 优雅的气质 明朗的精神和健康的体魄 一句话 健康的身体加上健康的心灵 才是对人的幸福 起着首要关键作用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 我们更应该注意 维护和提升这方面的素质 而不应该只热衷于 占有外在的财富和荣誉 而在所有这些优良品质中 最能直接带给我们幸福的 就是愉快而美好的心境 因为这一绝佳品质所带来的好处 是及时呈现的 一个欢乐快活的人 总是有他快乐的理由 这理由就是 他就是一个快乐的人 只有这种品质 才可以完全补偿 其他任何一种内在素质的缺失 而不能被他们替代 所以 如果快乐来敲门 我们一定要敞开大门 欢迎他的到来 快乐的出现 从来不是不合时宜的 但在现实中 我们却常常 为是否接受他 而顾虑重重 惆怵犹豫 我们想 先弄清楚自己 是否有充足的理由 感到高兴和满意 然后 又担心精神的愉悦 会打扰我们严肃的反省 和深切的忧虑 快乐是直接 及时的收益 它是幸福的现金 而不是 像别的东西那样 只是兑换幸福的银行支票 聪明智慧的人 会首先寻求 没有痛苦和烦恼的自由 追求宁静和悠闲 也就是追求一种 安静平和 纯真简朴的生活方式 毋庸置疑 世界上最幸福的命运 就是拥有这种 丰富内在的珍贵礼物 尤其是卓越的才智天赋 这是最幸福的命运 虽然它最终并不一定发展为 辉煌灿烂的人生 一个人若是被大自然和命运 赐予了智慧的天赋 那他就要小心谨慎地 确保自己内在的幸福源泉 畅通无阻 为此 他必须拥有独立的闲暇 为了获取独立和闲暇 他会心甘情愿地 节制欲望 维护自身的内在财富 因为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 只能依赖外部世界 以求得快乐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处在两种极端中间 较为常见的一类人吧 他们的才智并不那么卓越突出 但又超越了泛泛的普通之人 他们粗浅地涉猎某一枚艺术 或者将自己的注意力 投入到一些自然科学中 这样的一个人 不能完全投身到 对艺术和科学的追求上来 也不会将他们填满自己的整个生命 完全渗透到自己的人生 以至于对其他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 只有具备最高精神秉赋的人 即我们称之为天才的人 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将所有的时间和存在 纳入自己的课题 并努力表达出 其关于世界的独特认识 把自己对生命的深思 通过文学 艺术 或者哲学的方式表现出来 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大自然赐予了 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的人 才是最幸福的